你 你 已经有两位提前进入了剧本世纪 那不是给他们时间吗 那我们就不去了 他们两个玩就好了 优先完成一个任务之后 就可以来进行优先选择 好的 剧本世纪 我们脑子里面已经有一根减肥的悬 你的爱被埋葬很被收藏 同应该原谅 大家不如去鸽子的公园上看看 谁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哇那虫子 我想问你是一个人物人吗 你们俩一个狼一个被 我很幸福 大家都叫我便利贴男孩 但是呢我更愿意叫自己 甜甜的便利贴男孩 欢迎大家收看《疯狂的沙克秀》 下一车队今天将如愿体验 推胸还原本 探演一定要找出凶手 而平车的两位新沙克 却完成了神秘任务 提前进入了剧本世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猜我鞋干嘛 十五 九尾的沙鱼 贵玩家 怎么你们都穿那么厚 很厚 很厚 他穿得格外华丽 你们每次都穿粉色衣服 是一件吗 还是 但每次穿的都挺好看的 确实是 大家每次玩完毕竟也都是 交了门票钱的吗 好的 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玩的一个剧本 我们今天呢玩的是一个推胸还原本 这叫做周年快乐 这一个职场本 故事呢发生在YYDS新媒体公司 今天呢是公司的四周年的庆典 但是突然 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发生了 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今天我们已经有两位提前进入了剧本世界 是的 那不是给他们时间吗 那我们就不去了 让他们两个玩就好了 也不太好吧 但为什么有两位提前进入了剧本世界 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有个特权 就是我们的两位可以优先完成一个任务之后 就可以来进行优先选角 然后现在呢你们先要抽取你们的任务卡 好的 那我出这个 行 你需要到金晶的房间 你让金晶说五句赞美你的话限时15分钟 来我的任务跟魏大勋有关 我需要把魏大勋叫来我的房间 让魏大勋正确唱出三句我的歌词 我现在已经知道她会唱哪首歌了 就是那个不跟手恋爱 她只会那个爱被埋葬这一句 那行 那我们就开始呗 好 来吧 这样这么久来 第一次跟她正面的说话 之前都没有够 进 哈喽 嗨 金晶老师 第一次重正式跟你见面 请错 请错 快错 之前玩过准备啥没有 玩过一次 怎么样 体验好不好 我是玩了几百次了 几百次了 几百次 没有了 十几二十次 今天靠你了 戴一下 戴一下 跟着我 没错的 还有千万别听秦豪老师的 他玩好吗 他玩的 怎么说就是乍一看觉得挺好的 实际上背后全都是不堪的逻辑漏洞 他就说这个就是这样 然后这样就是这样 然后前面他有这样 所以才会这样 我们就听他说 哇 你好厉害 对 然后后来一副版权也是错的 嗯 然后把我们带跑皮了 哎 大哥 你节目左右跟我说 姐夫是这里面的三傻 三傻 扛把子 扛把子 大傻 珍爱生命 原理姐夫 不不不不 花好妆吗 没有 那我刚刚起床的时候 做哪个照片 哦 宝贝 哦 宝贝 啊 哈哈 哈哈哈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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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 藏着是什么 爆料 哈哈哈哈 这是我一个任务 任务卡 对 哦 我叫你要引导我做一个什么事情 是不是 没有没有引导你做 没有什么 嗯 好 我看你如何进行这夜吧 嗯 哈哈哈哈 哈哈 你知道你现在看起来就是很很淡定 但脑子一直在想怎么要把这个任务进行下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早上六点钟才到这儿 真假的 因为昨天演我了 太辛苦了 今天录制取向 啊 不要 你就多夸化我就行了 然后就让我开心快乐 让我精致起来 我觉得你啊 因为你一定是带着新手光环的 你今天一定会玩得非常好 我觉得你今天非常好看 我知道你进门你就夸我了 就发自内心那种 对 瘦了好多 你是不是瘦了好多 嗯 是啊 最近在减肥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 就想让自己变好看一点 你已经夸好看了 你已经夸好看了 几斤 说十一斤 十一斤 十一斤 出去 出去 一个月十一斤 一个月 怎么说的 练拳 但我没有时间练拳了 又喜欢练拳吗 我喜欢练啊 可是天天在外面 要赚钱 练拳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所以我要开始赚钱 已经开始有点RAP的感觉 像我称为RAPSTAR吗 像我称为RAPSTAR吗 所以跟着俊俊一起 我们要练拳错 我们是一起赚钱 练拳 我们在说说 我们脑子里面 一起有跟减肥的旋 不如紧紧的 好吧 辛苦了 那我撤了 好 拜拜 待会儿见 好的一会儿见 这种一为一是我的弱性 喂你好 你好是魏大勋老师吗 对 您在买什么呢 我是我在这个奇异剧本杀这边做准备呢 哦 奇异剧本杀这边 您准备什么呢 能不能诶 你能不能说普通话呀 哈哈哈 我寻思我也没有没有没有口音呢 来我房间 我在房间等你 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那种人 哈哈哈 那你房号多少你也没说 哈哈哈 2607来吧 零七等你 嗯好的好的 拜拜 嗯 哈哈哈哈 2607是吧 你好 哈哈哈 这屋里面床都没有啊 哈哈哈 请坐了 最近平时都在听谁的音乐 怎么还沉默了呢 哈哈哈 最近听那什么 啊 爱被埋葬了 你看我就知道是这个 就是那个不分手恋爱 他只会那个爱被埋葬这一句 哈哈哈 那你唱一下吗 大家都 要版权吗 你这个 哎我唱三句以上就要就要版权了 哈哈哈 那你唱两句吧行不行啊 唱吗 唱啥 你得先唱啊 想你的爱被埋葬 嗯 你专业歌手就这么这么给我弄了 啊 快点的吧 你的爱被埋葬 很没收藏 同应该原谅 我的爱不用讲 很不用想 思念在发疼 我只会唱这首 哈哈哈 没有没有 别的也会 你快点再现在再给我来一首 给你来一首 使你让我的时间 从此就变成 你看又来一首半圈 不行不能 快点这首唱完整 不行就唱到这就行了 那我们今天两位玩家就是已经通过了昨天的任务提前进入了剧本世界 好好玩吧 这次争取咱们一定赢 这把的凶手我们得把它揪出来 这个暗脏卑鄙无耻的凶手 我觉得没有问题 就搁着他们两个揪 对 但是我觉得这次的凶手不应该是他们两个 你在这给我开天眼是吧 我觉得就是 你觉得是谁那个 因为你看我们四个当中啊 你看 我当过了 你当过了 那个大薰也当过了 现在就圆没当过 我觉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一系的凶手应该是圆 你就是开天眼 但是我这个人呢 我这个人就有时候就容易重感情 因为就这么多气的感情在这放 我可能不会选他 所以我会再来的两个 李斯坦尼和那谁之间 那通过昨天做任务 你大概觉得他们会是哪一种类型的玩家呢 苏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很高能的一个很厉害的玩家 他经常在线下玩 是个高端玩家是吗 对 就线下的本他触碰的很多 那得小心一点他了 对得小心了 那李斯坦尼呢 不足为惧 不足为惧 呆呆的一进来 已经进去 就是一直这样 博登的样子很酷很帅的那种 对 但其实还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 很单纯的女孩 好 那既然已经有两位选择过了我们的游戏角色 我们看看剩下的这些游戏角色 大家如何来分配 打开我们的角色橱窗 哎呦 哇 阿伦 牛啊牛啊 这其实适合我 那呢 我就选这小绿吧 我就按我身上这颜色我选这绿的 那我也就照我身上颜色选了 我就选个黄的吧 那我照着你身上颜色选了 怎么都有理由 那我就剩那一个了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剧本的时间吧 YYDS 新媒体公司将迎来四周年庆典 员工们正在为庆典进行彩排 然而公司宣传片 却突然跳转成恐客视频 更谈言要伤害老板琳达 究竟是谁替换了视频 做了这场恶作剧 在场的员工都被列为了怀疑对象 大卫公司总经理 时尚的海归兰 但私下却是个精致穷 阿伦 年轻可爱的项目经理 是个热爱次元文化的中俄少年 斯坦尼·康 超酷超炫超外线的公司女摄像 富有正义感 威廉公司HR 别人眼中的便利贴男孩 是娜娜的前男友 娜娜 甜美可爱 是公司主持人莉莉的助理 也是威延的前女友 那时 风趣幽默 嘴还甜的公司编导 却有着自己的小心事 走 让我看看 有什么蹊跷 托尼啊 呀 哎呀 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们呀 又有八块了 刚才是不是看到了 一个恶搞视频啊 对对 哎 哎 关于琳娜的事啊 我可是知道不少 你说嘛 快说 但我这知道是有代价的 什么代价 我得听点别的八卦 换一个 威廉快 这个八卦怎么收来着 我很幸福 我觉得八卦这种事啊 还是得偷偷的讲啊 当众能讲的八卦 那我可不屑的听啊 你要1v1是吧 当然了 nice 大家不如去各自的公位上看看 我跟你讲 没在的时候啊 都是事儿 走走我们看别人看别人搜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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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也没什么东西 他电脑里有东西吗 哎 OK 看到了 他想要成为我们公司的艺人 他还跟琳达告密 莉莉最近在背后说琳达的坏话 她说莉莉说 琳达表里不一 做了坏事 她想取代莉莉 我跟你说一个她的八卦 来了 我前段时间看到 娜娜和斯坦尼康在一起吵架 然后过程中听到了琳达的名字 然后过程中听到了琳达的名字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 阿伦和琳达的呀 又我跟你说 阿伦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看阿伦长得是不是还不错 他那当然不错了 我们的老板琳达有一次我夜里加班的时候 看到阿伦从琳达的办公室出来 但是我这有看到一个处罚公告 这是什么 你看 阿伦和阿伦 阿伦和阿伦 私自内部批评阿伦每天去琳达办公室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天天去办公室受教一小时 所以娜娜打扫厕所俩月 对啊 看对阿伦就好 去办公室听听话 娜娜就去扫厕所 彤妮在这呢 好 我这边又有一个新的八卦 来 最喜欢听八卦 最喜欢听八卦 伦哥 你刚才的大八卦是什么 付款人威廉 收款姓名紫城大学 紫城大学 他在一直给一个学校 付给自己掌心 哦 你再告诉我一个 人太多了 来 你们试完八卦吧 先试完啊 八卦得一个一个的听 这个人啊 就是威廉 吃就用 他自拍了 他跟他 这是什么啊 后面是谁啊 这只是一张普通的绝美自拍 你哪跟谁 你哪跟谁 这就是我们六个人中的一个啊 这张绝美自拍的背景 拍出来了一些信息 威廉 对吧 你搜的不就是威廉吗 刚才 嗯 对 这个背景不是他啊 是哪啊 时尚达人一天一个样 哦 他跟我听到他跟琳达在吵架 买赞记录 买赞记录 他买什么赞啊 他给谁买赞啊 这我可是第一次看见 哦 莉莉的早晨 哦 他那个项目 哦 那项目不是越做越不行吗 他要给他买赞 因为原来安宁的早晨 非常好 莉莉的早晨就是 垃圾 娜娜有发现什么吗 我必须得找出来 因为有时候 关键的线索都在这种地方 地方 你该知道点什么了吧 哇 这什么呀 哇 这什么呀 哇 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 是你拍的 那是那个 蒙面人脸上的油彩 在你的工位上发现了 就要过分了 有点过分了 这是石锤 啥也不懂 怎么有点知识啊 杀人杀人松手 就在身边 这是真大牌 一万块 你怎么那么大手大脚呢 他不是那么 就是一只超有钱 就是那种 极强物 衣食父母 谁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呀 哎呀 他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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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怎么啦 哇那儿虫子啊 证据这都是证据 你别 你要踩到了 你别过来 对你不好 这是啥宠物吗 嗯 哇 小强 1234 我想问你是一个人物人吗 你仔细看看这个盒子上面写的是什么 你要赶快把这盒子撇下来 我就可以公聊了吧 这件事是一个必须要标注的事 走吧 现在我们第一次公聊发言 大卫 你妹妹是怎么回事呢 你的妹妹过来知道你要钱都没有 哥 我给你打了一百多个电话 你为什么一个都不接 他妹来了 你都答应我 你这个月发了工资要给我买包 你看他和我多配 一点都不贵 没有钱 你要是不给我买 我让爸妈把你赶出家门 我的家庭是这样 我从小到大呢 我成绩很优异 然后也是海归回来 但是我父母总是光要钱 然后让我养着妹妹 然后就等于我把我所有的钱都得给他们 我自己其实没有多少钱可以花 这也是我非让我赚的还行 但是我这么节俭的原因 那可不可以我问一句 你这些钱从哪里来的 这些钱就是公司挣的 你公司能挣那么多 你除了公司之外 还有兼职吗 这个在一会儿再说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恐怖的箱子 他可不是恐怖的箱子 这是我的一世父母 对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虽然我很喜欢你 但是这个东西我真的无法接受 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里面是蟑螂呀 去你啊 哎呀 我每次一听到还要讲我的害怕 不是 他一直在喜欢玩恶作剧 所以我觉得今天那个视频 也可能是他的恶作剧 不是 那你再听我唯唯道来 好吧 这唯唯道来 是一句话说的 严谨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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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里儿的 因为我不是没钱吗 钱都给我妹妹了 就是都养活她了 但是我们家是 等于是以我的妹妹为中心 然后等于挣所有钱都要给妹妹花 跟性别无关 这是跟掌声有关 那可能之前 也是误会吧 然后这个为什么是我的一世父母 就是因为我每次点外卖的时候 哦 你往里面放一个 对 然后就退单 那你挺坏啊 你好坏啊 你怎么那么坏 谴责 真的要谴责 卑鄙啊 但我的钱都给妹妹了 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种脏事啊 就因为这样我就脏了吗 脏啊 你这样全部都是欺骗了啊 可是那你就不爱我了 那接下来呢 下一位 我来简单的说两句 威廉哥 威廉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采购单 看看这价钱啊 蛋糕一个八十块钱 气球六个三十块钱 厕所卷纸一箱一万元 采购方 是捞好处用品经销商 审批人 David哥 这你都批 我终于知道你买名牌的钱 从哪里来的了 你这个可是犯罪啊 这个叫 侵占公司财产罪 你们俩一个狼一个背 先为两个先说吧 其实是这样 我跟David这位朋友 确实在中间呢 谋了一些不良的力 对 因为我是人士 所以我经常会有一些 很多工作采购什么的 大卫哥呢就跟我说说 我们可以从中间稍微的挪用一下 因为他要审批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肯定不可能 就是说单方面做 对 所以我们就相认好的 无我分账 对 所以被Linda发现了之后 你们俩一怒之下 录了那个视频 对 有这个可能性吗 好可怕 对 因为毕竟家里就是 我们家也缺钱 然后我一看他挣的也不多 我也不多 而且Linda也不给我项目 他不给我项目 我只能自己创造项目了 我还能创造出什么项目呢 所以我就跟威廉 我们俩合计五五分 你要是说你缺钱呢 我也很能理解 但是不能理解的是 他到今年啊 每个月 他还在付两千块钱 付他的紫城大学的助学贷款 他毕业了这么多年 他的助学贷款都没有还清 他的财务出现了很大的状况 这个事情我必须给你讲一下 你可能不清楚贷款的程序 贷款程序是你入大学之前 已经签好贷款协议 你的大学中间是不用还款的 工作后 当你进入工作之后再还 所以说 今天我们在学校的学校的学校 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就是 一业有 就是还行 还行 还行 是什么意思 我以后也用这个 别人采访我说 你今天多大 我今天还行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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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帮帮他 有发财道 我就带带他 走偏了 可能 我认了 走偏了 这个事情 我对不起公司 对不起广大同伦 可以 错误示范 大家不要学习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证据 就是Linda的演讲稿 Linda的演讲稿 就本来是今天的 四周年庆典的演讲稿 在他的地方发现 是你给他你的吗 我给他写的 为什么你要给他写 这个演讲稿 人事是做这些吗 因为我什么事都做 对 William确实为人很好 其实在公司 大家都叫我便利贴男孩 因为我的口头常是 有什么事 放下 我来 有事您说话 但是我更愿意叫自己 甜甜的便利贴男孩 好吧 大卫和威廉的背后 竟然隐藏着如此 不为人知的故事 公辽阵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 公司突然发生杀人事件 老板Linda 蝉死仓库 主持人的丽丽声称 以畏罪自杀 事情变得越来越错重复杂 众人决定在公司中 继续收正 探寻事情的真相 Passing over to her 那我没想到 那我们先去找莉莉 还是 找莉莉吧 走 我们先去找莉莉 找莉莉问清楚 但是莉莉会去哪里呢 又回到这儿 又回到这儿 好 这个肤子这么小 是个女人的衣服 是个女人穿的 这肯定是个女人 不对 我们得找到莉莉 我们当务事实 找到莉莉 化妆间 来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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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能不能进 我们去莉莉宿舍看一眼 在那个二楼 在哪儿二楼 那个二楼是莉莉宿舍吧 走 走吧 去看看莉莉怎么了 行我跟威廉 我跟你 我们俩去娜娜的房间 我请你 不要 和我说东北话 我一直这么标准 你别跟我说美话 我真被带泡沫了 我一直都说 跟你说最专业的楚头话呢 你别了 你过来 过来过来 啊我们不是去那啥吗 假意 刚才我发现一个地方 没有人发现 这个话中间 门是能推开的 赶快去看一眼 别让他们发现 我们就能拿独家线索 独家线索 开玩笑呢 话中间是属于莉莉的 好吓人 好脏 很多年没有人用了 想逃跑了 很多年没人用了 走吧 就没用的吗 不知道先走吧 就是 反正我们先发现 他们还不知道 我们先发现任何地方 你是不是让我来 然后就直接染上我的指纹 然后到时候就要推给我 还指纹 嗯 老安家了 你把弟弟想的 威廉 太奸诈了 莉莉在哪儿呢 莉莉在楼上 但莉莉那个门打不开 先想办法把莉莉打开呗 有吗 有什么呀 现在 去趟化妆间 她说安妮死在了化妆间 走吧姐 走吧 啥意思 啥没有 我只是先发现了 这后面是一道门吗 真假的 后面有一道门呢 搬走 这后面有一道门 搬走 太棒了 哇 可以不进去吗 外边总有点害怕 紧接着众人对各自注射 进行了详细的收正 进行了长时间的公导推理 大家最后进行一对一投票 踩出了自己的怀疑对象 娜娜你觉得在咱们公司当中 第一个谁杀死了琳达 第二个谁杀死了莉莉 第三个 你觉得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吗 这么难啊 咱们公司你也没有想到 但你这么问 肯定杀这两个人不是同一个人 那我没说 我们都是同事 我觉得杀琳达的是大卫 杀掉莉莉的也是大卫 所以你就认为都是大卫了 好的 帮我叫下一个班纳纳 我可以改答案吗 暂且把你的意见保留 帮我叫下一位吧 但是他就有那个面具 没关系没关系 一会可以回去 就跟大家再好好分析一下 我等着封神啊 这一集啊 你想成为我们YYDS永远的神 嗯 我是头部主播啊 我给你封个神仙 你是全场就是美神 帮我叫下一个都可以了 哼 下一个 对 对 不对 我得跟你们说 他问的是 你觉得谁杀了莉莉 还有你觉得谁杀了琳达 你不用听他扯 肯定都一个人干的 不可能分开了 如果是同一个人 他就说 你觉得是这场案子 哦 那是两个人 对啊 是不是 哇两个人 这 你可以说 没事 因为 这反映你的智商 是我的智商 我的智商 我今天 我这只宣布 我加入你们参赏 大卫 你觉得谁杀了琳达 谁杀了莉莉 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 阿伦 是 都是阿伦吗 对 好的 我觉得是同一个人干的 戴威 都是 好的 好 可以 现在除了他 就是他 就他们两个之间 如果不是你的话 那个凶手现在肯定老得意了 我觉得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两个人杀的 放一击 但如果要是圆的话 就是阿伦帮他赢的 你就认了吧 你别在这搞了 你就 我为啥 我都投完票了 我现在咋认 那你为啥要点我呢 他现在是乱 他是乱 乱咬他现在 乱咬一口 那我 我不知道是谁 你刚才说是浩德 又说是我 对啊 又是说他 我现在咬你们俩 意义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陈静诗剧本沙 凶手不到 到最后一刻一直要沉浸在里面 凶手不到最后一刻一直要沉浸在里面 那我现在不说话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人干的 我没想好 会是斯坦尼康吗 啊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好斯坦尼康是阿琳达 小康琳达 那莉莉呢 艾伦 阿伦 我现在肯定全错了吧 可以了哈 可以了 我就是同一个人 对 都是大卫是 对大卫都是大卫 可以了 好的 来了威廉来了 你觉得谁杀这边 你觉得谁杀了琳达 哎呀 然后这个投票的时候 当然凶手是我 但是我就 看他们猜不猜得出来 我先甩卧 泼脏水 就是脏 大卫 大卫 终于给出结果了啊 终于给出结果了 赶紧的吧 哎呦太太想知道了 那最后的结果 恭喜 我们的 大卫 大卫 可可 哎呦这个真的好多 你看是不是太舒服了 是不是 一会呢肯定是要把你带到相关的部门去调查了 但是在此之前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说的就是 千万回回书而不漏 不知道这些玩家里头脑子都进了神吗 不 大勋哥明天要一起吃早饭吗 让秦昊赢了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那说明你的智商越来越低了 什么时候把我带走 快把我带走 我不想跟他们在一块玩了 我不想跟他们待在一起 他们太蠢了 快快走 带我走 你带我走 明明是把我带走了 一个暴雨的夜晚 大卫 我冤枉你了 我冤枉你了 哎呦我笑死了 各位玩家 来告诉我们怎么样 来吧真相吧 我们真凶自己举手可以吧 黄泽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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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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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泽你长大了是不是 我成长了 好来最后我们给这个剧本打分 一分 零分 别吧 一分 我们应该有给队友打分 给队友打分 我给你打 四分 但我不能因为比如说我经常玩的不开心 我就给这本不好的分数 对吧 那样显得我好像不是一个公正的人 应该加一个难度分 好 来 我觉得机制应该给五分 我在推胸的部分有机制吧 我跟你说 所有人都应该给推理和剧情五分 我都给五分 我也是给五分 我也是给五分 因为你们玩成这样你们还不给五分 我给四点五分 因为我把五分留到最后一期看看做得怎么样 哥 凭什么呀 不是 你们平心而论 是不是每次我推理到就是到最后那一下基本都是对的 我只是最后决定的那一下而错的 但我推理的没错吧 那一下好像是最主要的 但是哥是这样 哥在乎的是过潮 哥是一个享受人生过程的这么一个人 他不在乎结果 跟过程 想的过程 对 我不打理哥 哥把每一种可能性都说了 在最后翻车的时候说 我是不是有说过这个可能 真凶一定在他 他和他之间 就我从表演上面基本能把他俩排除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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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都离真相就差那么一点点 哥你细点玩的行不行啊 拼车玩家说一下这个打分的原因吧 你 我是三五四 因为我在全程没有推理的感觉 没有感受 没有推理的感觉 你有推理啊 你说没有真凶啊 对啊 你都推出没真凶了 我觉得推理感挺强的呀 这个脑洞是我未曾 这是我未曾想过的 反正我仍然相信就是 莉莉杀了 琳达 然后莉莉在那个上吊 这一把没有凶手 没有凶手 没有凶手 对啊 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一定要凶手的 你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推理 所以就知道他多好玩了吗 剧情很好 然后机制也不错 然后机制也不错 我都给了五分 然后甚至大家一起在这儿聊的时候 真的每一位都很厉害 对 虽然 这还是被你带跑偏 YYDS新媒体公司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车队接下来将前往下一个神秘的场景 开启新的剧本世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疯狂的沙克秀 了解季群中更多未呈现的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来 这边 来 我要听那个大了流星 流星 你落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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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自马迹反复斟酌 以前正在掌握真相只有一个 每个角色都不好惹天赋点满 上雨车队无数数字面板 别掉以轻心 Iron moment 今晚我就是正义的化身 出口就是胖起来观察Limax 实力随微暴风振脚充满所有限制 我总寻常录影能挽住我表黑子 再来一个大度先打开最完美的page 耶 今天组织不会再翻车 罗球玩家带入我的角色 证据动质只剩下新本格 探索只是魅力 无可复刻 太帮助了 你演着陌生剧情 情绪在层层假定 老片子还是小梦醒 现在就放对自己 设设设计刑 我来定义所有洗衅感排队 设设计刑 bebe 不曾认识体验不同的滋味 yeah shhshh baby shhshh baby 我来定义所有信心感派对 我来定义 shhshh baby shhshh baby 不曾认识体验不同的滋味 yeah